行政院上周宣布 青年安心成家专案喊咖 听到前两年两百万贷款零利率的优惠没了 青年人觉得买房成家的梦想更远了 薪资环境本来就不是很公平的 所以买房只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无可蝸牛也一堆 对啊 所以一定要的话 对 我觉得蛮可惜的 青安专案开办四年 总共核准十万户新婚家庭申请 立委指出每年额度都用完 代表对青年来说需求很大 现在停办难不成要让青年人 跟弱势族群抢补助吗 加起来的需求应该要六万多份 可是你现在只提供两万五千份 那你现在是要青年人做坏人 去排挤弱势吗 还是去跟弱势抢这一块大饼呢 营建署指出这个专案一年就要三十亿元经费 四年一百二十亿元实在无力再负担 而立委询问省下的钱能否提高租金补贴 和核准户数 营建署表示也不排除 例如说补贴户是不是增加一点 或者是补贴的额度 是不是随着物价提高一点 这个当然我们可以列入考虑 不过就是说一切当然要看 整个的我们财政 政府的财政的利益是不是够不够 立委说物价年年上涨 如果租金补贴不随着调涨 对青年来说根本没有帮助 营建署则回应 租金补贴今年起从三千六百元调高到四千元 今年度如果要再提出追加预算提高补助 可能性实在不高 记者环玉如张芷佳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